銀樓被投損失200萬 沒有想到嫌犯竟然是隔壁的鄰居 因為牆壁被找了一個大洞 但其實早在案發之前 嫌犯就已經提早5小時抵達 他把車子停在這 大約距離案發地約50公尺的地方 之後他就跑到倉庫埋伏 等待實際犯案 看看當天的監視器畫面 凌晨1點多 49歲的蔡信嫌犯把車停好後 就往自己租的倉庫走去 凌晨4點進到銀樓 兩個小時後等他再次現身 肩上和手上都多了兩個包包 裡面就裝有所有的髒物 但是等到銀樓老闆娘早上開店 早就來不及了 因為銀樓被搜刮一空 緊急報案 遠景貨報到場發現門窗都沒有被破壞 立即到屋內勘察 竟然看到牆壁穿了 屋內至少兩處有開挖痕跡 有些挖到一半 只有二樓被嫌犯穿搶成功 進一步調查 蔡信嫌犯過去有多項住宅竊盜 都是破門破窗 因此這回才會動起歪腦筋 改用挖牆的方式 甚至逃逸過程 不斷換搭大眾運輸工具設斷點 不過警方追查 發現了他的行蹤 還發現他曾經聯繫爸爸 甚至犯案後 還有碰面 也被警方約談 實際回到遭切的營樓 可以看到隔壁洞 就貼著出租廣告 嫌犯疑似就是看到這一張 一個月前決定租下來 上個禮拜開始開挖 但看似整命的計畫 兩天後還是被逮 接下來警方就要好好的調查 他整個作案過程 到底發生什麼事 TVS新聞參訊五星宴 新北市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